小狗子在垃圾堆里发现了一个宝贝 非要捡回家 我和果爸呢 就给他改造成了一个超级少女心的公主床和小衣架 一起来看看吧 这几天的天气超级好 带狗子下楼溜一溜 他可开心了 妈妈妈妈 你走得这么慢 我先去玩了啊 咦 这是什么东西啊 看着不错 怎么就扔了呢 我决定了 我要把它搬回家 快快快 走快点 跟我过来 我发现了一个好东西 就是这个 我们搬回家吧 好不好 哎 你看 你看 火龙狗对这个好感兴趣啊 就拿这个给他做的床吧 就那种公主床 这些钉子都得要拆下来 哎呀呀呀呀 你还时时刻刻监视着我 他害怕你弄不好 你小狗的心眼特别多 咦 火龙狗 你在看什么呀 我在看爸爸给我做好了没 不要公主风的那种啊 做好看点 怎么这么慢呀 弄小狗快点啊 爸爸 这个大小火龙果能不能睡下 你抱他试一下 火龙果过来 来镇一下楼下楼 要开始骗人了 骗狗 他说请给我离这个鬼东西远一点 火龙果我们上去试一下 你捏好哦 不要摔到它 可以可以 应该还可以还可以 但是我不知道你辛辛苦苦做好之后 狗子爱不爱 好 下来吧 下来 没关系 下来 溜了 溜了 他躲到这里了 他还踩着你的 我去这是我的衣服 我以为他踩上你的衣服呢 你看你 踩爸爸衣服你还笑 踩你的就不行了 找了好多钉子 你干啥呢 钉 他以为是他的牛肉粒吧 这是你的肉绒吗 你干嘛呀火龙果 这是钉子 爸爸是不是该用这个了 我来给你帮忙 好好好 谢谢 可是我今天用不到了 我有电动的 嗯 好了吗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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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塞 看一下 咦 你看着还可以啊 光坐床还不够 这个爸爸还要给他 做一个小衣架 哎呀火龙果一言不合就撒娇 你不仅要坐床 还得亲亲抱抱举高高 好了 床也好了 小衣架也好 哎呦 你有点喜欢吗 这么给面子 样子不错 就是颜色有点难看 我们要那种公主风 看到没 我给你喷成白色的 这下该满意了吧 不过这就得多晾几天了 这晾了十多天了 我们中间回了一趟老家 还把火龙果的儿子都接来了 给她铺一个软软的垫子 小公主要不咛咛咛的 我给她弄点这个沙 好看不 好看 还行行 对啊 要亮晶晶的吗 不错不错 这个我喜欢 这个臭男生也要进去吗 哎呦 坐上去 喜欢不 给你的 是不是啊 好好好 给你的 给你的 知道你喜欢 这个蝴蝶结巴 这不你买的都漂亮了 哎呦 她怎么来了 霍龙果 还没做好嘞 之前还老怕她会不睡啊 女生都是公主心 所以你睡着吗 是吗 给你喝吧 你也想要吗 她省不去了 哎呦呦 这是要干什么 饭子也有喝公主心吗 宝萍 你休不休啊 你睡女生的床 你的床呢 男生要睡地板 上面也粉一点吧 好好好 好 粉嫩粉嫩 像不像打花椒 我也想要这样的床 买不买 买 买 个屁 这么不连结 粘上 好了 还要珍珠 再来一个 火轮火的小衣架来咯 终于有小衣架咯 可以把你的衣服都挂起来 之前都是乱七八糟的一大堆 这次终于好了 衣服太多了 再挂一排 喂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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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臭男生干嘛要挤到妈妈的床里 狗篇 你挤到那舒服吧 火龙果纹丝不动 网上一个这样的床要好几百块钱呢 这下又省了一笔 你俩好好睡吧 我们就用这钱去吃大餐喽 拜拜 我们下期再见